欢迎回来继续来聚焦 这是嘉义市圆环边的大楼 最近挂起了这一幅印有国民党党会的看板 上面写着 这是投给陈以珍旧式支持马英九 由于完全没有署名 所以乍看之下还以为就是陈以珍的选举看板 不过这其实是对手图醒者支持者设立的 看准就是马英九总统民调太低 很多候选人都不愿意让自己名字跟马总统挂在一起 看板现在被缓缓的拆除 吊车缓缓升起 拆掉投给陈以珍就是支持马英九的看板 这动作却引来民进党阵营的不满 民众竟然被施压要拆除看板 这是破坏民族的历史记录 拆除陈以珍的看板 跟对手图醒者有什么关系 原来这看似简单的看板很不单纯 倒带再看一次 这印着大大国民党党会的看板没有署名 只写着投给陈以珍就是支持马英九 背景色调和紧邻一旁的陈以珍看板一模一样 乍看下还以为是同一块 但这其实是图醒者的支持者设立的 马总统他的施政很多部分都是有改进的空间 也许跟他的名字放在一起 大家会比较担心 看准马总统民调低 图醒者支持者逆向操作 刻意连结陈以珍和马英九总统的关系 在嘉义市圆环设立了这反向看板 这看板还真的引发热烈讨论 但却也让屋主饱受困扰 传出很多陈以珍支持者打电话抱怨 希望拆下这块争议看板 陈以珍竞选总部针对这个事件是完全没有介入 我们也希望我们图醒者的对手 希望他能够停止造谣抹黑 陈以珍建盈驳斥斥施压传闻 对这块看板也不愿意多谈 但民进党很看好这反向看板的效应 现在在另一个地方又重新化起来 同样选在陈以珍的看板旁树立 看得出来马总统和国民党的低民调 已经成了民进党的重要选举操作 记者 侯国文包金银 嘉义报道